一会儿过去啊 我来呢 烈云 宋总 怎么样 送送今天惊人吧 宋总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谢谢 我有礼物送给你 好 谢谢 来 给我 宋总也有礼物送给你 对 嗯 谢谢 那为了表示感谢 你做主人的 是不是该请送送 喝杯酒啊 苏大小姐不会介意吧 去吧 去吧 苏琪 你这披草真好看 哪儿买的啊 我这是别人送的 你得也很漂亮 我这是假的 我这 你稍等一下 我有同学的 月月 还记得我吗 张望 记性子真好啊 喝一个 喝一个 好久不见 立下还漂亮了啊 一直都这么漂亮好吗 你还能够看着 刚才演的是哪一出啊 什么哪一出 什么哪一出 诗杯呢 你这是赤裸裸的诗杯啊 看出来了 真能看不出来啊 还像以前 那么照顾宋总的 那是 不准别人欺负我们俩所 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 西班牙红酒 谢谢 来 尝一尝口感怎么样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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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酒很烈的 还是少喝一点吧 宋总 我想问你件事 什么事 之前我们在电话里讲过 元朗的事 还是原来那么漂亮 谢谢 坐吧 没事 与我闺女给你喝酒啊 好 坐 苏大小姐 来得正好 有话跟你说 你们聊 你们聊 我去找我老公医啊 好好好 人家花钱月下的 你就不要去打扰了 我去找我的未婚夫 未婚夫怎么了 你们又没结婚 大家都还是有机会的 丽宇啊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是吗 而且今天张望一直在偷看你 有吗 张望 什么情况 你叫我啊 丽宇 丽宇 你想错了 我不会弄错的 你跟我说实话好吗 宋总 丽宇 又来了一些同学 你赶紧去招待一下吧 宋总 你等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过来 宋总 今天穿着真漂亮 都是悦悦买的 我猜也是 来 座座 我想问你 我们之前说的话 还算晚吗 那 你今天晚上 会跟林乔说清楚 也划清界限吗 会的 真的吗 一定会 那我相信你了 你只要让林乔死心 那个宠物店就是你的 苏琪 宠物店我不会要的 林乔我也不会要 我也不想搅在你们中间 以前 发生了很多不该发生的事 现在我的生活很平静 我也不希望被打扰 所以 你不用担心我 苏总 谢谢你 不用谢我 那 那你准备怎么做 跟他说清楚吧 但是 按照林乔的这脾气 这些还不够 我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你先跟老同学聊着啊 我一会儿过来 好 这会儿你女人跟你说什么了 没什么 真的 我跟你说你可别犯傻啊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 你小心中了她的圈套 林乔 想到我们家宋宋了 我很失趣的 宋宋 我闪一边去了啊 你们好好聊 嗯 你说吧 阎朗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 不是 宋宋宋你别骗我了 我已经算过时间了 阎朗肯定是我的儿子 不是 宋宋 林乔 你别太自己迷失了 阎朗不是你儿子 现在除了你 没有别的男人那么好 阎朗是我跟别人的孩子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宋宋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 我就是告诉你 我当初就是跟你甭躺住戏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别人连所有人都喜欢你 宋宋你喝多了 宋宋你疯了 宋宋你疯了 宋宋 宋宋 叔叔 怎麼搞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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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快点快来起来 要迟到了 快 人哪儿去了 您好 快点快来起来 要迟到了 累死我了 你电话也不接 害得我特地跑过来 累死你别来啊 我又没让你来 有了男人就不要朋友了 林乔才回来一天 就急着让我消失啊 今天几号啊 四号啊 怎么了 云朗呢 一早就出去了 那苹果一个星期没洗了 粗糙这个词就是来形容你的 粗糙 粗糙有什么不好啊 罗姨有信念的地方了 怎么对你就特别信念呢 亲爱的颜妈妈 你帅气的儿子阎朗 甚深深重 考虑决定让熬夜的颜妈妈多睡一会儿 所以我关了你的闹钟 自己去学校了 画了个鬼脸 今天亲子日 班主任要求家长一起去幼儿园 但我已经向班主任请假了 你安心休息 不要太感动哦 聪明帅气的儿子朗 你儿子的粗别字 简直太惨不忍睹了 你请我给他当家教吧 你给他当家教 就你这水平 你要给他当家教 我估计啊 我得哭音在厕所里 好啦 为了惩罚你不接电话 我先喝 全听 嗯 哎呀 宋总我做错什么了 你要堵死我啊 忘了告诉你 这是严老做的 无虎妈无犬子 你这小子肯定有阴谋 注意一下用词行不行啊 有才华的人都是孤独的 你理解不了 行 那你说说 我儿子有什么阴谋啊 堵死你啊 不让你去亲子日呗 正经点行不行 我不正经吗 正经 你可正经了 那个啊 是这样的啊 今天我需要去亲子日 就不去上课了 你要是去亲子日的话 你熬了三年的研究生 就毕不了业了啊 至于吧 今天是挂科 阎王 罗教授的课 你要是不去的话 那会死得很惨的 气象流血的那种 我还无码分尸呢 你帮我牵个道不就行了吗 课后测验要占学分的 我可帮你做不了 连我自己都会不及格 是 不过我有一个不劳而活的好办法 你要不要听啊 那你说说呗 给你的金风玉露去个电话 空降一个帅哥爸爸到学校 多长脸 你那事要结呀 林乔啊 如果 我说的是如果 你们两个要真成了的话 那横叔不都是个爸爸吗 周悦悦 我觉得应该让我儿子 把你毒死了 去 毒死他 跑起来 秦默 那么 照片给她的女的 是铁亭不认你的吗 许 ав 我帮你分析一下 然后给你一个解决的方案 第一种可能性 它跟你一样都是失忆了 但是人家觉得吧 这种可能性特别地小 第二种可能性 它移情别恋 但是不好意思告诉你 随拿这种方式来搪塞你 第三种可能性 也是人家认为 可能性中最高的一点 你以前已经做了什么 伤害人家的事情 人家现在是来惩罚你 女人是很小气的动物 很容易生气的 人家说 第三种可能性是最高 是啊 毕竟我昏迷了这么长时间 它就一直一个人 把孩子带大 换成是谁 谁都会不开心的是吧 好 既然你想到这一点 那么问题就来了 什么问题 你需要计划 计划动物 计划 挽回 他的心 林乔 你这是去哪儿啊 我出去转转 也要跟你汇报吗 难道我 我问一句都不行吗 我去看看老朋友 老朋友 是不是那个姓妍言的女孩子 林乔 这个亏你还没吃够吗 当初 加油 林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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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乔 加油 谢谢爸 嗯 严总 你也在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 我不去了 我们一会儿还要去图书馆 查资料呢 那就下次吧 下次我们一起 好啊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想林强的吧 我想他干吗呀 他都要结婚了 你别找提他好不好 听你这口气是说 他要是不结婚的话 你就会想着他 我没这意思 那就是他结不结婚 你都会想着他 你烦不烦啊 自己心里想了什么 你清不清楚啊 我很清楚 真的 行 我就是跟你深入探讨了一下 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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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总 一扬 你要是为了那一巴掌来报复的话 我想还是算了吧 这光天化日的不好办哪 月月 我不想跟你说那些话 我找孙总有事 干什么呀 月月 我等你啊 月月 喂 喂 放着 快放着 快放着 你偷偷摸摸的在干什么呀 我在我家门偷偷摸摸的怎么了 不对 我没有偷偷摸摸的 快放手 要不我注意你的儿童 快放手 怎么挽回啊 第一招 打是要打七春 孩子就是这个女人突破点啊 孩子 只要孩子喜欢你 这个女人就会心软 心软人就有机会啊 喂 叔叔 你在想什么呀 你跟你妈妈长得真的是很像啊 肯定啦 我又不是春花费送的 我是亲生的 你几岁了 我六岁了 那你今天不用上学的吗 不上 逃课了是不是 不是 我才不会逃课呢 今天是亲子日 我要上学上学课 亲子日 那你妈妈怎么没有陪你啊 我妈妈才没时间陪我了 她正被帅哥医生追着呢 反正我的秘密基地也快建好了 你有秘密基地 我也有秘密基地 你有秘密基地啊 啊 我告诉你 你的秘密基地 肯定没有我的帅气 来 跟我走吧 去哪儿啊 去参加亲子日 你凭什么带我去参加亲子日啊 凭你撒谎啊 我撒谎关你什么事啊 快放手 快放手 你停了 别吵了啊 我要放屁了 打你不许放屁 我放屁了 林乔 你这是什么 你停车 我要问你个问题 袁老师不是我的儿子 什么 你停车 我天下结婚 town 不许放屁 我考古村库 你ổ方人 我这儿 你也有没有 คน大臣 郑老师 你跑那儿 不好意思 冲族 好 我在出埋 flower 干吗不进去啊 我迟到了 迟到又怎么样 迟到了就大大方方地道歉 不用怕 我陪你进去 我想回家 延朗 我问你 你是想做一个男子汉 还是想做一个懦夫 我想做男子汉 做男子汉 就要勇敢地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不用怕 来 老师好 延朗同学 老师不好意思 我们迟到了 对不起 老师 我迟到了 延朗 下次不许再迟到了 好不好 嗯 好的 回座回去吧 您是 我是延朗的爸爸 我算个时间了 这孩子应该就是我的 他是我儿子 那他爸是谁 你现在说不出来了吧 那要证明我刚刚说的全是对的 他爸死了 他没见过 既然你是延朗的爸爸 那你先到后面找个位置吧 见见家长比较多 我们老师一会儿有事情要宣布 好的 延朗 那真的是你爸爸吗 我说实就是呗 我说实就是呗 好 小朋友们安静下来了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搭积木 等一会儿呢 我们小朋友就要跟爸爸妈妈一起 把我们桌子上的积木啊 搭成图片上面的样子 熊熊熊我爸爸了 我本来就是你爸爸呀 你连爸爸都敢冒充吗 你要干吗 你要干吗 我没努力 不能用这个 干吗 要公平比赛 不能作弊的 知道吗 你可以的 来 加油加油 来 好了 我们今天的比赛最重要的是合作 搭得最快最牢固的那一组呢 老师会给他最多的大红花 等一会儿呢 老师啊会在小朋友当中 选出搭得最棒的那一组 没关系 给他拍照片 然后把照片发给我们的爸爸妈妈 好 你看啊 老师 我们完成了 老师来看一看 搭得真不错 真好 好了 孩子们 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啊 小朋友搭得都很不错 我们获胜的是 阎朗和阎朗的爸爸 因为啊 他们不仅搭得很快 很牢固 而且啊 他们是两个人合作完成的 我们一起给阎朗和他爸爸 鼓鼓掌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我和我爸爸才是最棒的 来 阎总 我知道你恨我 可是孩子是无辜的 如果阎朗是我的儿子 那他就必须要回到我的身边 凭什么 凭我比你更有条件照顾他 他不是你儿子 你没有权利照顾他 另外 你已经快结婚了 请你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好好跟苏琪在一起 苏小姐 这些都是刚到货的 限量版 我们店就各有一支 你觉得 婚礼项是哪个颜色比较 如果是婚礼项的话 我觉得这条比较合适 稍等一下 有呢 零桥 我刚才看到两条菱带 一条黑色的一条红色的 你喜欢哪条 随便 你决定吗 你怎么了 我还有事 我先挂 零桥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没什么 还不告诉我 是不是已经开始地下工作了 你们俩要是复合的话 我是不会大惊小怪的 别瞒我了 哪来的复合不复合的呀 他没想跟我在一起 我也不想跟他在一起 根本就没可能的事 你们俩好纠结呀 可以去演电视剧了 行了 不管这个 盐朗到底是不是 你能不能不要每个人 都问我这个问题 我都想知道真相啊 我现在去接盐朗 你跟不跟我去啊 去去去 我妈妈也经常带我去吃这个啊 她说这个特别好吃 你妈妈 有没有跟你提起过 你爸爸的事啊 没有 那你不好奇啊 你不想要爸爸 不好奇 不想要 什么 叔叔 你老问我家人是 是喜欢你妈妈吗 是啊 是喜欢你妈妈 怎么了 要得到你的批准 那当然了 不过 你要加油啊 听说 你要林乔 之前和我妈是一对 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分开的 不过 你别害怕 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有意气 我送你个东西 嗯 喜欢吗 嗯 喜欢 我给你戴上了 太好了啊 我有两个项链了 一个是妈妈送的 一个是齐摩叔叔送的 你妈妈那根也很好看 不过这个呢 是我送给你的 你戴上了这个之后啊 就证明我们是一伙的 不管你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都会好好保护你的 哇 这么好 那怎么拉钩 小朋友才拉钩 我们大人不拉钩的 那大人该怎么样啊 拳头给我 嗯 大人呢 是这样的 哦 我明白了 慢点走 你走那么快干吗都到了 快点 我们来不及了 快点 我们来不及了 刘老师 颜老呢 颜老 颜老今天表现得可好了 难得见他这么积极地 参加学校的活动 是吗 果然还是爸爸 对儿子的影响比较大呀 哦 他已经被他爸爸接走了 爸爸 这刚从国外回来的人 就是不一样 你可真是有福气啊 你是说 那个人是从国外回来的 这父子俩长得真像 什么国外回来的 谁啊 您瞧 你们家颜老啊 今天可是得了很多大红花呀 你老公还说 请他去吃大餐呢 可把其他小朋友都羡慕坏了 你瞧 来 来 你看啊 我今天专门为你买了好多东西 这条好看吗 还有 还有 还有这条 这都是我特地为你选的 我觉得啊 你带哪一条都好看 所以啊 我都买回来带给你 跟郭文贵子 怎么看着就很累的样子 对 我很累 那你休息休息 我去买点吃的 好 宋宋 你等等我 宋宋 你等等我 我不能当他办公室也挤了 你等等我 小姐 小姐 林医生 我拦不住他 没事 你先下去吧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你有给我打电话吗 我跟他调静音了 没听见 你没有权利把阎朗带走 你把他还给我 你在说什么 你带阎朗去参加的亲子日 然后把他带走了 你把他带哪儿去了 我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 老师都说了 他爸爸把他带走了 你承认我是阎朗的爸爸了是吗 你把阎朗还给我 不然我只能报警了 不是 你不能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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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医强 你凭什么带走阎朗 赶紧把阎朗给我交出来 要不然不管你帅不帅 我要你好看 月月 这是医院 行了 你先下去吧 我真的没有 宋总 他不然没有 你到底帮谁呀 林医强 赶紧把阎朗交出来 宋总 我真的没有借走阎朗 我如果借走阎朗的话 我一定会告诉你 除了你不会有别人 对不起 干吗 你先别着急 我也没弄明白 你为什么非说 是林医强把阎朗带走的呢 因为他认为阎朗是他儿子 你不要不让我去 宋总 我真的没有借走你的阎朗 我一下午全都在医院 不信的话就可以问我部长 不是你 那会是谁啊 你阎朗会不会有事啊 你好好想想有谁会冒充阎朗的父亲 除了你也不会有别人 祖祖 林乔 年轻人多 你会帮我的什么 好 祖祖 你告诉我 阎朗是不是我的儿子 不是 他不是你儿子 祖祖 我知道你现在不肯承认 但是在我心里 阎朗已经是我的儿子了 不过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问题抛了一边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阎朗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经历的 这小子玩失踪都快急死人了 回家看看要是没有的话就报警吧 我说要不然你还是想想 到底谁有可能带走阎朗 你说林乔不是他爸 那是不是他亲爸爸回来了 有没有可能 金莫叔叔 丑妈妈现在没回来 我带你去看我那秘密基地吧 好 妈 小子 别冷 别冷 臭小子你跑哪儿去了 小祖祖 你跑哪儿去了 来得急死你妈了 我不要参加金莫叔叔了呀 谁带你去的 说说你爸 这什么意思说 你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你赶紧走啊 我男朋友马上就来了 他会空手到十八段 你 你 你死定了 妈 你不要被秦牧叔叔这么凶 是 你没时间陪我 然后别的小朋友 都有爸爸妈妈陪他们去 参加金子日 而我就没有 然后我逃课了 那秦牧叔叔把我送到学校的 现在全班人都知道 我有一个帅心能干的爸爸了 燕朗 你有妈妈就够了 妈妈会永远陪着你的 是 不是 我很想要一个爸爸 走了 我们先回家 走 回去吧 怎么又是你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严颂不是你要找的人吗 林医生 严颂是我太太 严老是我的儿子 我来找他们 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 是这样的吗 不是 听到了吗 严颂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你不能否认 严老是我儿子这个事实啊 你开什么玩笑 我才是严老的爸爸 严老 严老 喜欢哪一个蛋的爸爸 严老是 我告诉你们 你们俩谁都不是严老的爸爸 走了 回家 走 严老 妈 你在干吗呢 没干吗 赶快做作业 做完了吃饭 你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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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吧 兄弟 我说你这小子 大王爷把我拉过来干吗呀 何西北风啊 这么有情调 我找你来 肯定是有事跟你商量 我就知道 你小子一回来啊 我准备消停了 说吧 什么事 我想要回我的儿子 你儿子 你什么时候有个儿子了你 就是严颂的孩子严朗 你等等 你等等 严颂的孩子严朗 是你儿子 你一定吧 大哥 一定不会错的 严朗就是我的儿子 而且让孩子现在跟着我 总比跟着严颂好 那你考虑过严颂的感受吗 那你考虑过严颂的感受吗 你真不用回店里看看呀 每天在我这儿待着 请不打扰 我和严朗再聊天 没有什么 这小子跟我干上了 给我看看 你干吗 孙孙 有点过啊 怎么了 知不知道有种法律叫隐私权啊 你也知道那是我儿子 你儿子怎么了 那我也有义务保护未成年儿童 我是他的监务人 赶快告诉我 好吧好吧 我们两个在猜谜 猜什么 猜你会合适在一起啊 是秦莫呢 还是林乔呢 你说这孩子像不像 非说你会和那个秦莫在一起 他也太不懂你这个当娘的心了 你说你现在和林乔吧 没来眼去狼心切意的 明显着就是要死灰复燃 双死双飞嘛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玩游戏吧 妈 我饿了呀 有什么吃的吗 我去喂狗了 站好 坦白从光抗拒从严 说说 做什么错事啊 没做什么错事啊 没做错事 你小小年纪 就管大人的事是不是 跟周月月同学去换了是不是 没有啊 没有 周月月你在哪儿 除非我 回来 严肃 严肃 周月月 看来你现在是大律师了 还行吧 你怎么还一直在宠电工作呀 你可是咱当年中文系的大才女啊 我一边独研 一边养活自己 还得养我儿子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不过你也知道的 我一直喜欢小动物 跟他们打交道 也不用费什么心思 不过我听说苏西把宠电买下来 交给你了 他可能只是一时兴起吧 其实宠物店的主人是谁 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 袁总 我就不绕班子了 我今天来呢 是首林朝的委托 是关于严朗的 你别担心 我今天来啊 不是以他律师身份来的 袁总 好歹我们也是朋友吧 所以我先来找你谈谈 林朝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先告诉我 袁朗是不是林朝的儿子 不是 那他父亲是谁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袁总你看啊 你我林朝咱们仨都是好朋友 没有必要费得走到法律的程序 你说是不是 那他想怎么样啊 林朝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蛮横 霸道 有时候还特别地不讲你 但是严肃 他这个人没有换心眼 你得承认吧 再说了 他如果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他也没必要来找你 谈严朗的事啊 他 负责任 我不想谈论你们曾经发生过什么 我现在只想尽快帮你们解决好 这件事 怎么解决 让严朗和林朝去做一次 请你见面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计划彻底失败了 我说你啊 小嬷嬷 我这着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 你怎么你哪儿不着急啊 干着急也是没用哪 你知道吗 这个计划本来是天衣无分 结果你功败垂成 现在棘手了吧 这个女的是铁心地给你杠上了 你又失忆又没有工作 根本没有办法证明是人家的老公 而且这女的现在还有人追 我看你就完蛋了 我还是觉得什么都比不上 真诚地道歉 还有用心地对他们好 小嬷嬷 你知道吗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什么都讲究证据 证据 什么证据 干吗 我要去证明我是她的丈夫 去证明我是孩子的父亲 我哪儿有证据啊 等一下 你刚说什么 我哪儿有证据 不对不对 还有一句 证明我是孩子的父亲 谁是小姐 我真太聪明了 你现在马上想办法 去跟那孩子做个亲子鉴定 只要能证明这孩子是你的儿子 那不就证明你是这女人的好公了吗 张旺 你怎么在这儿 我找严总谈点事 我先走了啊 等等 正好我也找你有事情 我公司真有提示呢 怎么 这张大律师以后我见面也要提前预约吗 走 跟我走 走 跟我走 怎么了 张万那小子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 您想要跟我争严谅的抚养权 抚养 赵养权 严朗又不是林乔的孩子 咱不怕的 他建议我带严朗去跟林乔做一次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啊 好高科技啊 那去做呀 可 严朗怎么办啊 万一 这他心里造成什么阴影怎么办 不要把小孩子想得这么脆弱 阳朗那小子皮糙肉厚 面心没肺的 我想不会有事的 没准他还觉得好玩呢 到时候记得带着我啊 让我也见识见识科学 二小姐 怎么了 这车真漂亮的啊 不错 像我们这种人啊 再怎么赚钱 也不再买正好车 是吧 张大律师 你就少在我面前哭泣了 我又不给你借钱 再说我也知道 你挣得并不傻 我们做的就是小钱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没什么 续续救 我说苏琪 我公司真有提事呢 那边还有个大案子 等我去处理 咱续救赶店行吗 你肯赶时间吗 当然赶时间啊 不信给你看行政表 那好 我们现在正在往北京跳 北京啊 不是 我说苏琪 你去北京 你拉着我干嘛呀 我真有事呢 这离上告诉我 还有十分钟 如果你接下来说的话 都是实话的话 那掉头我们还来得及呢 如果要不是的话 你懂得 我说苏打小姐呀 那你问吧 问吧 我保证如日相告 行吗 你应该知道 我想为什么吧 不知道 好 好 那我就直接了当一点 严颂的儿子是不是林乔的 严颂有儿子了 还是林乔的 不会吧 我说苏琪啊 你看啊 我觉得咱们还是别的 普通桌眼吧 你和林乔马上都结婚了 现在出这样的谣言 肯定是有目的的 就是吧 别啊 苏琪 咱们这样是不对的 你知道吗 我们讲一个是正确的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还加速啊 先先先先 我说 我保证什么都说 行吗 好啊 说吧 你知道多少 基本都知道 那你还在问我啊 我就想知道 你怎么帮林乔姐 解决这事 我怎么这么命中把握 松松 月月 苏琪 我来看看你们 黄首郎怼机吧您 我知道月月对我成见很深 之前我也做了很多错的事情 所以 我想来尽量地补偿你们 苏琪 那天晚上的事情 谢谢你啊 店里每天的账目 我都会整理 我拿给你看看吧 不用了 苏琪 你也是这个店的老板 我只是出点钱而已 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懂 我都相信你 别 你还是看看吧 别到时候我们说不清楚 你还是要打工的 是啊 你还是看看吧 怎么说我只是个打工的 我今天来找你 有点其他的事情 我能不能单独和你谈谈 干吗 要松松一个人你好欺负他 想他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月月再也没关系的 我不是有事 松松 这次我来 是想跟你聊一下 阎朗的事情嘛 什么事 我知道张网来照顾你了 所以 我也着急赶来了 你不用担心 阎朗不是林乔的孩子 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吗 那我相信你 那你还会带阎朗和林乔 一起去做亲子鉴定吗 这可是送送自己的事 你可管不着啊 你能不带阎朗去做亲子鉴定吗 为什么 林乔说要跟我结婚了 阎朗的事情也改变不了什么 所以我现在都是站在 你跟阎朗的角度来考虑的 不是吧 苏琪 肯定是怕证明了 阎朗就是林乔的孩子 会影响到你和林乔之间的关系 你当然不愿意我们去做了 送送 不能听他的 咱就做一个 谢谢他 月月 阎朗本来也不是林乔的孩子 这个鉴定做不做 结果都是一样的 亲一亲的 月月 我是担心 如果带阎朗去做了亲子鉴定 阎朗不是林乔的孩子 那你让阎朗怎么看阎宋呢 我倒没事吧 我只是担心阎朗 宋总 如果阎朗不是林乔的孩子 那林乔这里 就交给我来解决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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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 好 我挂了 你路上开车小心点 来 喂 齐末叔叔 好 我马上就下去了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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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什么 我 我 说过我会很快下楼的 那走吧 来 你真的要去我们家做饭吗 是啊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做饭到底行不行啊 行不行试过你就知道了 晚上我们去吃麻辣烫吧 你在门口新开那家怎么样 行 我问问阎朗想不想吃 怎么 最近发生的事 你想补偿他 主要是我们俩做饭太难吃了 给他换换口味吧 行 那我能不能借阎朗的官 行啊 你请客 什么叔叔 你快来 你看这边还有好多好吃的 行 什么叔叔啊 你先买这个 你看看可以吗 你想买这个 嗯 可以 不过你看看 车里面已经满了 要不 你牺牲其中一样 你愿意吗 那好吧 拿红楼我打 这样行吗 很好 走 好久没给阎朗买玩具了 他一直炒得要变形金刚的 对妈 你最近还有钱啊 买个便宜的总行吗 行 我来买单 不用 我来 走 给我吃饭去 阎朗 我们刚刚一直选的 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 我们好像还没有给妈妈 还有月月阿姨 选她们喜欢吃的呢 你说呢 哦 对了 我忘了 那怎么现在去给妈妈和月月阿姨 想要她们喜欢吃的东西吧 行 那你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 让我想想 妈妈喜欢吃 妈妈喜欢吃西湖醋鱼 妈妈喜欢吃西湖醋鱼 嗯 她最喜欢吃这道菜了 我们每次去饭店 只要有这道菜 她都会点的 来 这次有没有好一点 嗯 不错 不过 不过什么 西湖醋也感觉到 是酸酸甜甜的味道 你的醋味该够了甜了 是不是最佳吃醋啊 我吃醋 我吃谁的醋啊 走 来 那也好吃 月月啊 怎么样 这两个长得差不多呀 喂 好 我知道了 怎么了 苏琪的电话 苏琪 又出什么妙格子了 她说林乔想去我家 想要去找延朗 我们赶紧回去吧 那这玩具还买不买 买大的 兄弟啊 如果你想证明儿子是你的 必须取得关键证据 什么证据啊 亲子奠定 没这个我真帮不了你 放心 我一定会拿到证据的 好 我觉得苏琪不是为了真的想帮你 明显就是为了防着你嘛 她有什么可防着我呢 是巧合吧 宋宋 你不懂 你没把苏琪当敌人 但她肯定把你当敌人了 任何挡在她和林乔之间的绊脚石 她都会一脚给踢开的 可是林乔不喜欢我啊 那你喜欢林乔吗 宋宋 你我都知道的 知道什么呀 你喜欢林乔 当年你就已经无可救药地喜欢她 现在林乔又出现在你面前 我觉得你 你觉得我会怎么样 宋总 你太善良了 所以你不会觉得苏琪是什么问题 但是我懂吗 你还会和以前一样 无可救药地一头塞进去 这次不会了 我很冷静 林乔要结婚了 我现在 只会祝福她 但愿吧 松松 但愿吧 好了 不说这个了 我们还是想想 以后吃什么好吃的 好 松松 月月 快 孙总 我有事跟你说 苏琪指不定变什么坏呢 我觉得她说得也没错 孙总 您可相信苏琪的话 您也不相信我的话 不是 不是 你闻闻 好香啊 怎么这么香啊 天哪 这怎么回事啊 妈 你看这么多好吃的 一看就比你和周月同学做的好吃 嗯 比我做的好吃 年老 这谁做的 妈 周月同学她偷吃 我问你话呢 这谁做的怎么回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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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挡了 别挡了 我再挡了 我再挡了 你给我让开 你护着她干什么 再打就没有 救不出鱼吃了 鱼 什么鱼 什么是说好心好意 给我们做饭做菜 你们整个都是恩将仇报 饭菜是她做的 对啊 是我请秦莫叔叔来的 秦莫叔叔已经忙了一下午了 你请她来的 对啊 对啊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不太了解情况 没事 今天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在你不在的时候 进你们家的 对不起 知道就好 我都跟你们说了 是我请秦莫叔叔来的 雅兰 你给我闭嘴 你懂什么 我都懂 行了 你们俩别吵了 对 延老 不要这样 今天的确是我不对 也不能怪你的妈妈 还有周阿姨 听到没 饿了啊 你们饿了 行 那 那你们赶紧吃饭吧 那大家好好吃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先走了 既然来了 就留下一块吃吧 对啊 留下一块吃吧 我去拿碗筷啊 好 谢谢 你会做西湖醋鱼啊 是 我知道你喜欢吃 你怎么知道啊 延朗告诉我的 我喜欢你 吃饭吧 吃饭吧 吃这个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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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西湖醋鱼很好吃啊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好像醋味盖过了甜味 小了一点点酸酸甜甜的感觉 西湖醋鱼讲究的是酸酸甜甜的味道 你的醋味 盖过了甜味 真的是你 我就知道真的是你 秦先生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吃西湖醋鱼 而且你一尝就知道 我喜欢多放醋的那种味道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肯 不肯认我 我们能不能不谈这个 我 颜素 颜素 我忘记全世界 我都不会忘记你 秦先生 你要这样的话就替你离开 颜素 我来我来啊 我来我来啊 您继续 去 碧云 颜素和颜老在吧 你来干吗 我来给颜老买礼物 这么多啊 这么多啊 多啊就是多啊 这谁招下的这种啊 哇 那有多好玩的 别动 颜老 我来啊 我来啊 人家的糖衣炮弹 可比你厉害多了 什么意思啊 林乔买了一大堆玩具 就为了讨好颜老 就光会做点饭 好像不太够 你就是要做什么呀 我就是想尽一个父亲的责任 哇 你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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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东西拿走吧 我们不需要 没错 我就想要照顾好 颜老 那颜老固让更好的生活好 他现在固得挺好的 颜老现在还小 他领应该享受到 我给他的生活环境 我是他的妈妈 我有权利选择我自己 儿子的生活方式 那我这个作为父亲呢 也有权给我的孩子 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你不是他的父亲 那谁是他的父亲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我有权知道颜老 反正不是你 颜素 我知道你现在很恨我 讨厌我 可是这些现在对于我来说 都无所谓的 如果颜老是我的孩子 我一定会要回他 因为你给不了他的东西 我都可以给他 你可以走了吗 如果你再这么无理取闹的话 我就要报警了 你这么多年照顾颜老辛苦了 你开个家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把我想成什么了 把颜老想成什么了 我告诉你 就算我再穷 我也不会卖我自己的儿子的 打扰一下 嫂嫂 我有话跟你说 这一会儿 这一会儿啊 你干吗呀 你干什么呀 你干吗呀 冷静 冷静 深呼吸 深呼吸 冷静 冷静 什么冷静 你就知道我现在能冷静吗 走走 现在有两个男人 争着帮你照顾颜老 多好的事啊 跟我早乐疯了 他是要跟我争争养颜老吗 他是要把颜老抢走 你没看出来啊 那秦莫呢 他要他可支持你啊 二小姐 二小姐 你看清楚了 一个是来路不明的是异者 一个是马上要结婚的富二代 你觉得我应该高兴吗 如果你真觉得我应该高兴的话 那咱俩的友谊也该到头了 那你的爱情就要开始了 你在这里干什么 秦莫叔叔是来给我们做饭的 燕朗 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 你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的 别人的东西是不能乱拿 但这些东西是我给的 我不是什么别人 总比一个 像你这样来路不明的人好吗 燕朗 我跟林叔叔 还有事情要聊 要不 您先回自己房间好不好 嗯 好 林医生 你确定燕朗就是你的儿子 我确定啊 你能证明吗 我好像不需要给你什么证明吧 如果你证明不了 燕朗是你的儿子的话 那么严肃是有权 让你离开这里的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 我可以给他们更好的条件 你可以吗 美好的生活不是物质堆积起来的 你除了钱以外 你还有什么 这好像是连物质条件 都无法满足的人 才会说出来的话 好 你们俩说完了吗 宋总 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秦末怎么会在你家啊 我没必要告诉你 好 那我们现在不说秦末 我们说说燕朗 我不想再跟你谈燕朗的事情 他跟你没关系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啊 好 我同意你去做亲子监定 让你彻底死心 行了吗 你能想通 我真的很高兴 好 谢谢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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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林浅 怎么了 颜松同意了 那就好 那就好 你努力了这么久 终于说服了她 那你开车当心一点啊 好 那我挂了 拜拜 我不会让你破坏了 行吗 你说 że先以往吧 恢导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